俄军兵败哈尔科夫,被迫撤军 乌军利用AI平台打击俄军 泽连斯基称比想象中更接近战争结束 俄乌战场上的感人故事 乌克兰抗战必胜的决定性因素 2024年9月24日 今天是俄乌战争第944天 根据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数据 过去24小时里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共损失1400人 重型装备127件 其他方面损失如下 一如既往 我们先来看一下战场方面的最新动态 乌克兰战场方面 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卧的推进并不顺利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波贝达村 俄军27辆坦克装甲车 猛攻乌军阵地 乌军第33旅 击毁俄军16辆坦克装甲车 消灭大量俄军 挫败俄军进攻 乌军第68旅阵地前 俄军损失惨不忍睹 进攻代价巨大 乌军第79旅 在科斯迪安地尼弗卡击溃了由9辆坦克与35辆装甲车组成的俄军混边纵队 乌军援火 反坦克导弹与无人机展开了零力反击 俄军装甲单位在硬摧毁中被不断地打爆 也有不少战斗车辆压在了反坦克地雷上 但疯狂进攻的俄军 犹如魔王索伦麾下的半数人 在接到雨季到来前 吞噬更多的土地命令后 不计代价猛攻 仿佛要攻破中土世界人类坚守的最后城堡 不可否认 俄军取得了突破 乌军被迫放弃了科斯扬尼弗卡的多个阵地 并在撤退中遭到俄罗斯人无人机与远程炮兵追杀 伤亡较大 这一消息对很多网友来说或许难以接受 但这就是战争 也是事实 我们的报道以客观为依据 伍莱达尔方向 俄军试图从三个方向向前 但进展并不顺利 俄军付出巨大代价 往往只能推进数十米 数百米 这个战术对俄军意味着巨大损失 俄军在伍莱达尔 波克罗夫斯克 库拉霍卧不计代价推进 试图用消耗战 消耗乌军兵力 但往往事与愿违 目前 俄军已在卡什拉加齐和以北 从普雷奇斯托夫卡到乌格达尔的多条林带内 巩固了阵地 以及从南顿巴斯卡亚三号矿区 到南顿巴斯卡亚一号矿区 一个宽达3.43公里的区域 此外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证实 俄罗斯部队已成功进入了乌勒达尔的第一郊区 但只是小型的渗透小组 不可能站稳脚跟 要么撤退 要么死亡 总体来看 在红军村前线趋于稳定的同时 乌军在顿涅茨克南部的作战形势 正在恶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俄军将很可能推进到库拉霍卧郊区 而乌军则很可能不得不撤离乌勒达尔 有消息说 此前去年格拉西莫夫吃了大亏的乌军第72驴 已经从乌勒达尔调走了 调去了库尔斯克 现在镇守这里的是二线部队 这可能是最近这里的形势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 俄军今日正是从哈尔科夫以北的沃夫昌斯克撤军了 自2024年5月9日开启哈尔科夫战役以来 俄军四个半月中在该镇伤亡人数超过2万人 最终不得不被迫撤军 此举标志着俄军对该地区作战的彻底失败 这其中的不甘 或许只有俄罗斯人自己知道 为了拿下这个 距俄罗斯边境仅5公里人口1.6万的小镇 根据统计数据 俄军5月份发动了人海冲锋122次 6月份发动人海冲锋125次 7月份发动人海冲锋143次 8月份发动人海冲锋145次 但俄罗斯人也毁灭了这座城镇 上图为战争前后对比 库尔斯克前线最新消息 过去24小时 乌军在维塞诺 Veslo东北部取得了一些进展 与此同时 他们还在达里诺Darino穿过斯纳哥斯特河 向斯维尔德利科沃 Sportlakovo村推进 乌军继续向格鲁什科沃和斯纳哥斯特推进 整个库尔斯克形势很清楚 乌军继续向格鲁什科沃和斯纳哥斯特推进 科列涅沃附近 乌军也试图关上缺口 利用谢伊姆和天然屏障 乌军试图反包围俄军 俄军压力可不小 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打击俄军 乌军第501海军陆战营 俘虏俄军士兵继续向前推进 俄军第76师234团匆忙投入战斗 遭受重大损失 库尔斯克对俄军来说 已经成为巨大陷阱 目前新路乌军正在由塞姆河南岸 从南向北推进 乌军第501海军陆战营 今日又收获了不少外汇基金 大部分为义务兵 而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 则在边境地区的梅德维日耶 又打开一个缺口 视频显示 乌军的工程坦克 推开了障碍与龙牙装后 主战坦克与步兵战车 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俄本土 但由于库尔斯克已进入雨季道路泥泞 乌军装甲单位 与自行火炮行动受到了影响 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这种气候对乌军如此 对俄军也同样 因此库舟战线整体变化不大 接下来双方会开启无人机战斗模式 在无人系统作战方面 乌克兰人把俄罗斯人远远甩在身后 根据SW的战报 乌军一支散兵部队 今日突然从格鲁斯科沃西南另一个方向 对俄军发起猛攻 俄军边防部队被打得溃步成军 这支部队如今已进入了库尔斯克 军事专家们认为 这支乌军散兵部队很可能会向塞姆和南岸俄军背后进行机动 为进一步包抄俄军创造条件 而随着乌军散兵部队侧后 夹击俄罗斯人势必会抽掉更多部队回员 双方的唯卫救赵与唯赵救尾仍在上演 部署在库尔斯克战区的乌军防化营 今日报告称 俄军自22日起开始对库尔斯克乌军控制区进行了30次轰炸 并使用了放射性炸弹 可谓丧心病狂 库尔斯克乌控区 上游大量俄罗斯人没有撤离就使用辐射弹 此前在乌冬战场上 尽管俄军使用过八种联合国禁止的弹药 还在莱曼方向多次使用毒气手榴弹 但那些毕竟属于乌克兰领土 如今在自己领土上也使用脏弹证明 久明是真急了 10月15日的期限越来越近了 俄军继续在塞姆河上架设浮桥 企图改变塞姆河南岸的俄军战场环境 但负责塞姆河的乌军第78公图团 以及413无人系统营 坚决摧毁 昨日又摧毁了俄军搭建的第11座浮桥 后勤无法补给 反攻的俄军就难以长期为止作战 在乌军杀入库尔斯克之初 东大的粉丝们普遍认为 俄军将在一至二周内在库尔斯克包饺子 大规模歼灭乌军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到现在快二月了 俄军不仅没能包乌军的饺子 反而被乌军包了几个馄饨 获得了一大笔交换基金 而俄军在9月11日开始的反攻 除了加剧塞姆河南岸的困局之外 看不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当然他们肯定会说这是假消息 就像不管独立机构提供多少经过考证的统计数据 他们仍然不相信俄军的损失远大于乌军一样 战场之外最新动态 9月23日 俄罗斯厄姆斯克 两名学生闯入俄军基地 烧毁一架米八直升机 荷莱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的雷达 并将很快移交三架发射器 丹麦向乌克兰提供1600万欧元 用于恢复能源系统 过去两年间 七国集团以及合作伙伴筹集超过40亿美元 用于恢复乌克兰能源设施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在俄罗斯特威尔地区 托罗佩茨消灭了伊朗将军纳希尔扎德 纳希尔扎德曾担任伊朗空军司令官 死前正负责执行转让Five 360导弹给俄罗斯 乌克兰开发复仇者AI平台 每周可自动检测一万两千台俄军装备 之后通过无人机和固定摄像机 借助AI平台 乌军可以更快更有效实施打击 除了快速打击 乌军还引进更多人工智能方案 在打击决策人员物资调配方面实施智能化 这也是乌军统计俄军损失十分精确的原因之一 乌克兰科技军事优势十分明显 乌克兰重型无人机吊装机器狗测试新战斗模式 此前地面无人机也进行测试 目前乌克兰国产武器已经占到前线41% 包括大量无人机和弹药 乌克兰军工底蕴十分雄厚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 俄罗斯将毫无胜算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声明称 他们发现了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占领领土 遭受酷刑的新证据 并承认酷刑是普遍存在和系统性的 该委员会主席埃里克 莫约斯Erik Jones 在第57届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我们收集了性暴力证据 这些证据被用作酷刑 主要针对拘留中心的男性受害者 以及在俄罗斯控制下的村庄中 强奸妇女的情况 9月23日 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美国纽约会面 双方讨论乌克兰胜利计划以及需求 不过 舒尔茨仍然拒绝提供金牛座导弹 但强调会继续援助乌克兰 泽连斯基还与印度总理莫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阿尔马格罗 巴拉圭总统佩尼亚 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会面 拉姆斯泰因50多国援助 140多国支持的格局 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 相信乌克兰仍然会获得更多支持 9月23日下午 乌克兰安全局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 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计划在 敖德萨发动政变 嫌疑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 准备夺取乌克兰的国家机构 并在俄罗斯军队接近敖德萨时 发动后方攻击 该组织两名领导人目前已被拘留 缴获70多支枪支 战术装备 以及无线电装置 该局称 这些作战小组成员 伪装成了军事 历史 生态和法律等公共组织大肆活动 目前他们正在接受调查 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招供 9月23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宫将根据来自官方消息来源的信息 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发表评论 显然 俄罗斯也对这个计划很谨慎 也想了解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 是否包含停火和冻结战争 9月23日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 呼吁解除对乌克兰 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限制 并敦促结束有关所谓红线的讨论 弗雷德里克森还强调 解除对俄罗斯领土的袭击禁令 不会导致前线局势升级 不会允许俄罗斯在北约 欧洲或乌克兰 想做什么就什么 芬兰总统斯塔布 也呼吁解除乌克兰 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限制 西方援助乌决心并未改变 而欧洲愈发强硬 俄罗斯的机会并不多了 俄罗斯在梁赞州 萨哈林州和马里埃尔州 实行测试数字征兵系统 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至少有45个俄罗斯地区 提高签署2024年军事合同的一次性付款 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两个月内三次提高新兵的一次性付款 来吸引更多人入伍 俄罗斯国防开支预算进一步提高 但俄罗斯的资源不是无限的 泽连斯基此前强调 必须迅速行动 不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失去战争 以免失去接下来的几十年 相信美国欧洲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世界需要一个和平的未来和稳定的发展 并断言尽管普京偷走了很多 但他永远无法偷走世界的未来 与此同时 他敦促西方国家增加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 因为只有处于强势地位 乌克兰才能推动普京停止战争 由此可见 逼迫俄罗斯停止战争 退出其占领的领土 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 他们没有偷垮俄罗斯 彻底解除其威胁的计划 这个看法可能会让一些乌有感到不快 但事实就是事实 当然 前提是乌克兰要能加入北约 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 我此前曾经说过 乌克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才有可能与俄罗斯实现和平 一是可以加入北约 二是彻底击垮俄罗斯 打垮俄罗斯固然大亏人心 但乌克兰付出的代价 必定无比巨大 因此 泽连斯基选择前一种 实际上也是对国民负责任的表现 那些喜欢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应该先想想 自己是否愿意成为代价的一部分 9月24日 泽连斯基在美国接受 ABC新闻采访时表示 比想象中更接近战争结束 并呼吁盟友加强援助乌克兰军队 泽连斯基说这个话是有前提的 也就是盟友必须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达到胜利计划所需的先决条件 那么战争今年就会结束 很多媒体报道时提及泽连斯基称 战争今年结束 不提先决条件 暗示泽连斯基投降 其实是不对的 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提到 胜利计划有五点组成 核心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具体数字和金额的军事援助 以及某些外交和政治步骤 没有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讨论 也没有冻结战争 泽连斯基补充说 乌克兰只有拥有强势地位 才能推动停止战争 显然各方报道泽连斯基求和 投降是不切实际的 作为一个战争初期没有逃跑的领导人 现在也不会割地投降 更何况乌克兰比两年前更具有优势 而俄罗斯被大大削弱了 面对泽连斯基的最新表态 显然俄罗斯很不适应 俄罗斯又换了说法 之前 佩斯科夫表示 如果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正式公布 将密切研究并评论 9月24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不会接受乌克兰的条件 只有俄总统普京 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 战争才有可能结束 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不是投降 也不是冻结战争 而是让俄罗斯失败 这是俄罗斯最难以接受的 而俄罗斯显然希望 按照伊斯坦布尔协议为基础 以实际控制线来谈判 甚至要求乌克兰彻底放弃乌东四周和克里米亚 这显然是谈不成的 而乌克兰也压根不想谈 除了不断敦促盟友 无视俄罗斯的升级威胁 还要求提供更多武器和援助 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呼吁 无视俄罗斯的红线 持续援助乌克兰 欧洲的态度显然更加强硬 9月24日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讲话 拜登说 我们不能让局势保持不变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维护该国的自由 我们不能对侵略视而不见 因为这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毁灭 对我来说 答案是明确的 为了让乌克兰在联合国宪章下 实现持久的和平 我们不能疲倦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有人说 俄乌战争真正转折要来了 鉴于俄罗斯过去两年多的表现 尽管在部分战线还在进攻 但俄罗斯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想要的太多 也许最后都保不住 这就是现实 泽连斯基正成功凝聚更多盟友 而乌军任性不断 甚至在库尔斯克继续推进 这一切都让俄罗斯很不适 俄罗斯的目标 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却从不会出错 该来的还是要来了 一直以来小编始终坚信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所以乌克兰最终一定会取得 为国战争伟大的胜利 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很多 譬如配备装备精良的武器 譬如指挥官高明的谋略 还譬如知己知彼的情报网络 其中有一个因素也很关键 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 在这个故事里 没有枪炮的轰鸣 没有杀戮与流血 只有人性里最善良的部分 这些闪光的人性 是残酷战争里 为数不多的默默温情 它能在瞬间穿越人心 那是冰冷的炮弹所做不到的 在我看来 战争走向的改变 有一大半 来自于这种穿越人心的力量 故事的主角 名叫安德烈 阿利莫夫 是一个年仅22岁的俄军士兵 隶属俄军第61独立海军陆战旅 今年春天 他被开到地孽伯河上的一座荒岛 后勤处只给了他21天的口粮 说好完成任务 就接他回家 他也搞不清是啥任务 每天在荒岛上闲晃荡 21天之后 粮食吃完了 却没人来接他 因为那个地方没通讯信号 联系不到总部 接下来 他只能在这个荒岛上艰难求生 据他后来说 他吃过青蛙和芦苇根 还吃过蛇和鸟蛋 渴了就喝地孽薄河的水 他以前喜欢看贝爷的荒岛求生 没想到真有一天派上了用场 后来 他的腿受伤了 也没啥药 只能硬挺着 他始终坚信 上级一定会派人来救他 他不知道的是 他所在的部队早已全军覆灭 他不是被上级遗忘 而是根本没有了上级 他大概是唯一的幸存者 即便如此 他还是刻进职守 没有投降 后来 他的腿部伤势恶化 不得已 他一弹一跳 连滚带爬 到了港口码头 这时候 飞来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开始围绕着他盘旋 看样子 是要瞅准机会投蛋 受骨临巡的安德烈 居然一点也不害怕 他举起一个事先做好的牌子 上面写着一行字 能给点吃的吗 我已经没力气了 无人机操作手看到了安德烈 估计他也有点猛逼 如此荒岛上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鹅兵 看他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死样子 似乎刚从鬼门关里打捞出来 是把他炸死 还是救他呢 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无人机操作手 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无人机把挂载的手榴弹 扔到了空地上 然后又飞回来 引导安德烈 阿利莫夫 这小子行动不便 所以无人机也飞得很慢 路上 另一架无人机 还给他投掷了两瓶水 一包饼干 和一件救生衣 最终 在乌军无人机的指引下 安德烈 阿利莫夫 终于抵达了一处地方 这里有乌军的一个小分队 他们给安德烈包扎了伤口 服用了抗生素 还给了他干净的衣服和鞋子 期间 没有任何人责骂或者殴打他 在那个炮声隆隆的夜晚 他被敌人救了一命 不知道这个被救的年轻人会做何感想 来乌克兰之前 每个俄军士兵都要接受政治学习 学习内容无非是乌克兰大粹有多么凶残 特别军事行动有多么正义等等 可当这些士兵到了战场 才发现乌克兰只有被炸的家园 流离失所的人民 以及凶狠的长官 注定是炮灰的宿命 难怪俄军第95旅一个投降的士兵说 我受够了 真正的敌人躲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却和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战 好一个真正敌人躲在克里姆林宫 显然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个人 而非杀人的士兵 距离战争结束也就不远了 好了 故事讲完了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对乌克兰的胜利 抱有更大信心了呢 让我们一起祝福乌克兰吧